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继续我们同样请到的是牧师 吕戴豪牧师 事实上吕牧师过去还曾经是前逐联邦的成员 欢迎你 律师 是的 大家好 好 那么继续在我右手边我们看到资深媒体人康然俊 欢迎仁俊 你好 大家好 好 那么在稍后节目呢 台北市议员李庆元先生也会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那么在接下来我们要先带观众朋友来看一下 就是呢 在今天呢 其实我们在讨论 到底是不是这个谈判过程还有进一步的改善的空间 毕竟我想这次的事件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教材 那么但是呢 此外我们要先来还原一下 就是在今天其实有一种新的说法是什么呢 好 观众朋友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张触控 那么在这边我们整理了一个资料 大家可以想见吗 就是这位典狱长他当时人是被压着作为人质 而他和这些囚犯们做了最后的拥抱 但是有人是不想死的 是不是真的这样呢 典狱长的心情他其实是他没有办法阻止这些人走上不归路的嫌犯去自禁 那么心情其实是非常复杂的 而在六个人自抢之前 他说除了脾气比较火爆的禁竹生以外 其他五个人都有跟他握手拥抱道别 他当时也没有想到生命是受到威胁的 他只希望能够多挽回几条命 有几次枪是对着的 幸好他们没有开枪打我 不然早就完蛋了 他说他不是勇敢 他是不愿意看到流血 好 那么事实上在我刚刚稍早访问他的时候 他说其实呢 也不是说拿着枪就是对着这个头 但是呢 其实是非常非常近的 就是只有几公分的距离而已 所以你可以想见当时真的是生死交官 而此外呢 现在有一个说法 就是在六个兽刑犯当中 黄紫燕他有动摇 其实他不想死 所以针对这个今天的事件最新的发展 还有这个家属啊 其实也因为提出了质疑了 那么我请教了典狱长 观众朋友我们先来听一下典狱长 刚刚稍早的说法 现场是他们一边是一致的啦 他们大概或什么作为都是一起讨论 当然每个人有不同的意见 那大概就是 到这种后的总结的时候 都会一致行动 当然现场我不能站于意见 站于意见的话 可能我就是变成那个重视之地 现场两位 是不是有这样的话 看起来是 他们里面是有分比较理性的 还比较激动的 好那么事实上 所谓的这个两位 除了这个黄紫燕之外 那么另外还有一位是秦义明 那么根据今天最新的这个报道 就有指出说 秦义明的妈妈 因为其实呢 有跟他通上了电话 那么他就当时啊 在这个电话当中讲到 说情况有点失控 也不知道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换句话说 当然对于死者的家属来讲 他们的心里也是五味杂陈 那么现在呢 我想针对在刚才我们所听到 这个典狱长的这个还原的说法 曹欣你来谈一下 就是其实现在 当然我们会很好奇 就是说 当时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也许真的不像大家讲的说 哦 所有的人都想要当那所谓的英雄 对不对 对 那其实这点一掌呢 我有跟他也通过电话 在聊到这个事情 是 那么我开头第一个问他说 你看你已经知道 他们手上有枪了吗 他说他知道 我说那你知道他有枪 你还进去跟交换 副典一掌出来 你进去跟他谈判 他说没法 也就是说 他是一个典狱长 在当时他是一个监所的一个主管 是 他可能面对了 这个当这一个我们讲 这个囚犯冲进去了 这一个借护室 取得了唐大的这个 火力强大的枪击的时候 他为了可能要想要安抚 或者是想要怕他的所谓的 他的部署措施伤害 他用他自己去换 这个东西勇气是没有错 老实说换错我们不可能做 人脑口的 这六个都是重刑犯 二十年三十年以上的人 老实说是会怕的 但是他进去的 这一点是蛮有勇气的 但是我用另外一个方式去思考 是他可能忘掉一个东西 他是主观 他是整个监所里面的指挥中心 当你指挥中心的人突然间跳到 这一个当事的时候 谁来主控 对不对 他可能是忘掉这个事情 那你可能用角度思考是多 因为典议长要承担 不概括承受所有事情 是不是干脆说 我如果其实他的心理跟囚犯一样 不成功我就挂了 他的心理是我能够摆平的话 这个监所事情 那我是典议长责任我要扛 就算不行也是挂了 所以这一点 所以这种心理 其实我们讲 从事后去给他观察的话 其实神志志也有一种 就是也是豁出去的概念 但是这个东西 基本上SOP是不对的 可能会演变更惨 今天老实说 还好是不幸中的大幸 没有发生其他人受伤 今天万一他们拥有了 四把的六部枪 六发的六的九零手枪 两百多八子弹 夹持着你典议长冲到外面 我不晓得 外面的这样的一个 我们讲这个警察 是要对你开枪呢 还是让你走呢 这他可能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是 好 李牧师 我们其实也很想知道的是 因为在当时 这六名受刑人 他们显然是有不同的意见 因为刚才典议长的访问当中 他也证实了 其实有的人是比较理性的 比方说在刚才 我们谈到的黄子燕 那么他就是其中一位比较理性的人 那但是呢 是不是在这个时候 理性的人其实是会被控制的 也就是说 其实您说是兄弟之情吗 还是说 其实相对来讲 比较小弟的 就要听那个比较大哥的 那样子的人物呢 对这个事情 我的看法是这样 因为我也逃亡过 我也找人逃亡过 而且呢 监狱里面 帮派我也参加过 我想这几个人 当然他们的行为是 那么他们勇气很可配 但是行为是 完全就不能效法他们的致敬 那么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想不只是小弟听大哥的 因为他们原来也不是来自 同一个帮派 他们最重要的目的 他们是想逃亡 目标是逃亡嘛 但是如果逃不成 就死掉算 当初他们是准备 不成功就承认 我也是这样 所以我叫我的 那个兄弟当时跑到 说不问他 我说有两种人 才能上得了墙 才爬墙 他说哪两种 我一个是不要脸 他说不要脸 我做得到 我说第二个 不要命 他说不要命 我就做不到 我才22岁 因为不要命 那个你要有 不要命的决心 才什么都不怕 事实如归 这个心态是很重要 所以他们当初 一定是准备 冲上去跑掉 但是跑不掉 为什么跑不掉 因为有SOP 什么叫SOP呢 他们这个流程是这样 所有人都退出来的 因为他们受过训练 退出来 哇 就算你典育长 典育长也没有用 你夹持典育长也没用 因为所有人都退出来了 所有人在外面 很快的速度 你就是夹持总统 大概也没有用 他们都知道 哇 这下大势已去 大势已去 想喝酒 想怎么办呢 所以呢 这里面呢 当初一定讲好 里面一定有为首的 我想这是这个立德嘛 这个许立德 他是为首的 还有比较凶悍的 郑立德 我以前跟我 郑立德 对 郑立德 另外一个就是在竹森 进竹森 对 我坐牢的时候 跟他关了一两年 在一起过 我知道他是比较属于 独行侠 比较凶悍的 他个性是比较凶悍的 而且他里面是最大年纪的 所以呢 大家会听他的 大家这时候啊 你也没有办法想别的 所以我蛮敬佩 这个典育长 虽然他有些 那么可能是 有被质疑的地方 这种勇气 坦白说 非常不容易 为什么呢 那时候大家 现在事后诸葛亮 讲的那一些 都没什么用的啦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 就像前几年 菲律宾不是有一个警察 他很火大 他绑架了一个巴士嘛 对不对 本来大家谈得很好 一直有说有笑的 就不知道怎么看到 电视上这样那样 把他这谁抓起来 就火大 打了几十个 这个东西啊 这么重大的火力在旁边 谁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这一次能够被圆满落幕 而且受刑的 没有一个是怎么样 那个杀人这样 非常难得的 不幸中的大幸 我必须要讲这样的事情 好 很快也为观众朋友来 稍微再进一步的说明一下 刚才我们在谈话的这位 这个牧师 吕牧师 吕戴豪先生 其实呢 他过去的这个经历啊 也许有些观众朋友 还不太了解啊 我们很快的来了解一下啊 这个刚才他也提到了 他很了解这个 靖竹生这个人 他非常的凶狠 大家又不要命 而郑利德呢 其实也跟我们这个 吕牧师啊 曾经在过去呢 在北间服刑过 那么吕牧师的过去啊 18岁 他犯下了这个 梁亭血案 是一死十五伤 结果他进入了竹联邦 那么那么他 其实呢 他还是属于一个鸟自备 是白鸟 1976年的时候 他曾翻墙逃遇过 而在海上靠着树木漂流 上岸之后 还翻过了中央山脉 逃亡成功 那么他后来呢 还在这个黑道上面啊 他是一个比较独立的人物 还成立了一个战堂 在逃亡时呢 还花了大钱 买狙击枪 黑吃黑 抢赌场啦 应召战啦 那么后来呢 其实又再度的入狱服刑 那么后来他越狱被抓回来啊 索方要求他每一天 得在太阳底下罚站八个小时 两天之后是全身脱皮啊 脚上啊 有36公斤 三副脚料 真的是非常的痛苦 不过呢 在1979年 11月19号这一天 他出狱之后呢 他改过自新了 观众朋友您知道吗 在台湾38个监狱当中 这个吕牧师 他曾经待过14个啊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人生啊 待会我们会请这个牧师 跟我们再好好分享 当然我们也很想了解啊 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这个年少轻狂 不过这个人具 我们刚刚其实在聊 就是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啊 典狱长 他是一个近距离观察的一个角色啊 那他其实刚刚稍微针对这个 所谓六名受请人的意见 是不是不一样 那么他也谈了 他说呢 确实他没有很直接的说 但是你听他那个话 他其实就是证实 有的人比较理性嘛 有的人就很激动 有的人比较凶 所以呢 后来当然有讨论啦 只是说最后其实还是造成一个这样子的结果 好那我请教您 典狱长他自己本身啊 是让自己身陷险境 对不对 因为其实我们在看啊 他在这一段过程当中 您看六个受刑人本来是挟持三个狱警替代一难嘛 是 后来是挟持了借户科长加一个副典狱长 后来他又说 换我啊 副典狱长不要被挟持 没错 而换成是典狱长自己 那这个里面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其实你看他这个层级是越压越高 是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是给这个受刑人他们有比较好的谈判的筹码对不对 对 因为这样子的话呢 其实你想想看是典狱长被压制台湾有史以来的头一招啊 您怎么来看这样子的一个安排 事实上当然呃我们现在都是从事后所看到的各项激政回来回推啦 因为当时的实际状况怎么样我们并不在现场 所以我基本上我以法务部所发布的这个所谓新闻稿跟时间序为准 那这个是法务部在整个事件里面你可以看得到 他把这整体事件呢用了这样一个时间表的方式全部列出来 好那我们必须要讲就是说 其实郁琴刚刚所提到的是一个重点 就是说为什么会从甲持所谓的科员管理员 一直到科长副典狱长到最后变成典狱长 这样一个很多人觉得没有办法理解的状况 可是你如果看事件发展确实哦 就这六个囚犯在整个过程当中 他所手上握有的筹码是越来越多 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从这里面你可以看得到 他们其实刺伤了五个 五个科员或者管理员或者是替代艺难 这中间进入到借户科去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这里其实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就是说在3点30分的时候 他们就到了借户科的办公室 意图破坏枪械库 这时候加持了一个替代艺难 但问题是在后面 也就是说副典狱长跟所谓借户科长 在进入借户科谈判是在3点50分 这中间里面还没有拿到枪械 可是他们什么时候拿到枪械了 是在借户科科长进去之后 这个时间点清楚的显示到是在 什么时候4点13分 这六个收容人才取得步枪 跟手枪还有子弹 表示什么 那谁去开了那个枪械库 看起来似乎并不像是第一时间 他们所讲的说拿那个灭火器 就把那个锁给砸坏了 那是不是借户科长 你身上所保管的那个钥匙被他抢走 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一个疑点 之后才会有典狱长进去 为什么 因为当收容人都已经取得枪械的时候 他手上已经不是一把小剪刀 你知道我们在看 看那个小剪刀的过程当中 你知道他拿的小剪刀